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机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喊了一声老公 当同学问她是谁时 她却把电话挂了 而秦朗对那个女子的备注 竟然是大宝贝 同学是土生土长的城里姑娘 爸爸是公务员 妈妈是医生 她本人亦是名牌大学毕业 她不仅家境优越 人长得也漂亮 事业发展得也好 跟闺蜜阮丝丝开了一间服装设计工作室 专门做高级定制 从同学小学开始 追她的男生就特别多 可她都24了 愣是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在她25岁那年 丘比特的剑终于射中了她 她看上了室内设计师秦朗 她跟秦朗的相识源于房子 当时她买了一套新房子 想要装修的时候 朋友给她介绍了秦朗 巧合的是 秦朗跟她还是同学院的校友 不过秦朗比她大一届 秦朗非常的专业 而且人也非常有耐心 面对同学诸多的挑剔要求 她都照单全收 然后按照同学的想法不停地去修改设计图 直到同学满意为止 在选择装修材料的时候 秦朗也没有坑添同学 她将各种级别的材料给同学罗列出了一个表格 让同学参照挑选 在秦朗的帮助下 同学把新房子装修成了自己心中想要的模样 与此同时 她对秦朗也上了心 本着喜欢就争取的原则 同学开始了倒追秦朗的旅程 同学长得漂亮 为人活泼可爱 充满活力 跟秦朗又同是做设计的 两人之间有许多的共同语言跟爱好 经过三个月的相处后 秦朗对同学动了心 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 甜甜蜜蜜地谈了两年恋爱 同学的爸妈催促起两人结婚 且提出让两家的家长见个面 同学问过秦朗的意思 她支支吾吾地欲言又止 在同学的追问下才知道 原来秦朗的父母 在她上大学拾出车祸去世了 那是她心里最深的痛 同学没想到秦朗的身世那么可怜 更加的心疼她 同学的父母也是开明的人 既然秦朗的父母都不在了 两人的婚事也由他们去一手操办 并且为了减轻小两口婚后的压力 他们不要彩礼 也不需要秦朗去买房买车 唯一的要求 只要秦朗关心疼爱同学 就这样两人在祝福声中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甜蜜 但让同学不解的是秦朗一直不肯要孩子 刚结婚的时候秦朗的说辞是事业还没稳定 要是有孩子会分散他们的心思 同学考虑到确实应该以事业为重 同意了秦朗的要求 可都结婚三年了 同学眼看着自己都三十了 再不要孩子就成高龄产妇了 心意忍不住着急起来 这时候 闺蜜阮丝丝给同学支了一招 让她偷偷的把小羽衣给扎破 同学听了阮丝丝的建议 偷偷将小羽衣给扎破 还真让她得偿所愿 一发入魂 她竟真的怀上了 从医院检查出来 看着自己的B超检验单 同学高兴的差点飞起来 她先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爸妈 本来想着告诉秦朗的 想了想 她决定晚上等她回家亲口告诉她 但是当同学告诉秦朗 她怀孕了的时候 她的面色有些怪异 同学明显地感觉到 她是高兴的 可她的高兴中又压抑着忧虑跟惊恐 她想不明白 秦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 直到秦朗去洗澡 她帮她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 立马传来一道陌生的女生 女人一开口 就是老公 你什么过来看我 我好想你 同学愣住了 问女人是谁 女人却是一下子挂断了电话 同学低头看了眼手机 备注上写得竟是大宝贝 同学因孩子的到来 而欢乐不已的心 瞬间沉入到谷底 她拿着秦朗的手机 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当秦朗洗完澡出出来 看到泪流满面的同学 顿时就慌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可是乱不舒服 大宝贝是谁 同学把电话递了过去 流着泪逼问秦朗 秦朗的面色纵然耍白 她挪了挪唇刚要回答 手机又响了 还是那个大宝贝 你看免提同学满眼 愤怒地看着秦朗 不得已下 秦朗只好照做 然而 手机那头传来的声音 彻底断绝了同学残余的希望 女人说 老公 我好想你啊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你听话 乖 我明天就去看你 秦朗手忙脚乱地哄着女人 当着同学的面 拿着手机进了房间 同学不知道秦朗具体 跟女人说了什么 她只觉得 她的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 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一般 不停地往下掉 打湿了她的脸庞 二十分钟后 秦朗从房间里出来 半跪在同学跟前 温柔地帮她擦着眼泪 别哭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同学没忍住 一巴掌甩到秦朗脸上 一是气氛 同学的力气很大 秦朗的脸立马出现了一个五指印 秦朗也不生气 再次帮同学擦着眼泪 我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那是我妈 今晚你好好休息 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就明白了 同学猛了 秦朗不是说他爸妈出车祸去世了吗 带着满心的疑问 同学哪里睡得着 辗转反侧一整晚 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儿 他醒来时 秦朗已经做好早餐 温好牛奶 等到他吃饱后 带他上了车 两人离开了市区 去到郊区的一家疗养院 秦朗带着同学 轻车熟路地去到疗养院里头 一路上工作人员都在跟秦朗打招呼 不难看出 他应该是经常来 两人去了医生的办公室 医生告诉秦朗 他的妈妈情况不是很好 子宫癌已经是晚期 必须尽快手术 其实秦朗没有骗同学 他的父母是真的出过车祸 只不过车祸中他爸爸去世了 妈妈在爸爸的保护中活了下来 可因为爸爸的去世 他妈妈在伤心家内疚下 精神世界崩塌 出现了错乱 他发病的时候 经常把秦朗当成是他爸爸 喊秦朗老公 但在不发病的时候 他跟正常人是无异的 在同学之前 秦朗也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当他把女朋友带回家的时候 他妈妈突然发病了 他把秦朗当成秦朗的爸爸 对着秦朗的女朋友拳打脚踢 还拿尿去铺人家 说人家抢走了他的老公 因为这事 秦朗的前女友跟他分手了 从此之后 秦朗不敢再去谈恋爱 一来是怕刺激到妈妈 二来是担心害了人家姑娘 而秦朗妈在不发病的时候 对自己做过的事情 也是后悔不已 看着秦朗因为他一直不找女朋友 他更是自责愧疚 后来 他让秦朗将他送到疗养院去 并让秦朗跟别人说 他的父母车祸去世了 为的就是怕连累秦朗 秦朗自然不愿意这样 但秦朗妈故意如此 自己搬到疗养院去 即便如此 秦朗也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一是一直没有找女朋友 直到他遇到了同学 同学就像是太阳 带给了他温暖和太阳 他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 不受控制地想跟他在一起 当同学提出结婚的时候 秦朗是自卑的 他想告诉同学实情 又害怕同学离开他 所以同学爸妈说出想 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 他鬼使神差地说出 父母车祸去世了 结婚后 秦朗也一直备受煎熬 他好几次想告诉同学实情 然而这是疗养院的医生打来电话 他妈妈查出了子宫癌 还是晚期 他去看了妈妈 那天妈妈没有发病 笑着跟他说 能看到他结婚真好 只要他可以幸福地生活 便是他死了也是没有遗憾的 只死莫若母 妈妈也看出了他内心的挣扎 一直叮嘱他不能说出实情 还说他要是敢告诉同学真相 他就不做手术了 可没想到竟是妈妈发病的时候 捅破了真相 秦朗看着同学 满眼的不舍跟愧疚 阿雪 你若是想离婚 我绝无二话 房子车子还有存款都给你 我净身出户 孩子 孩子你若是愿意就生下来 我来养 你要是不愿意说到这儿 秦朗的声音哽咽一下 红了眼眶 就打掉吧 你说什么呢 他话才刷完 同学给了他一拳 那是我盼了好久的孩子 费尽心思才得来 我是不可能打掉的 还有 你就这么信不过我吗 在你的心里 我就那么肤浅跟世俗吗 我 我 秦朗被同学逼问得哑口无言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去接话 同学又道 哼 你骗了我 还想离婚跑路 休想 以后就罚你好好补偿我 不许欺负我 要听我的话 阿雪 同学的话 让秦朗眸光陡然一亮 你 你不介意吗 傻瓜 我怎么会介意呢 那是你的妈妈呀 而你的妈妈 也是我的妈妈 同学又给了他一拳 娇称地吐出一句 阿雪 秦朗忍了许久的泪 终于落了下来 谢谢你 我发誓 我这辈子只爱你 我会好好照顾你跟孩子的 我才不听你说呢 我要看你表现的 同学傲娇地挑了秦朗一眼 好了好了 咱们先去看看 妈妈的病情如何 不是说要手术吗 我去问一下我妈妈 她好歹是医生 懂得比我们的多呢 说完 同学没在理秦朗 自顾看婆婆去了 在同学妈妈的帮助下 秦朗妈妈的手术很成功 术后恢复的也很好 经过治疗 秦朗妈妈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发病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同学提议 将秦朗妈妈接到家里来 他们一起住 也方便他们照顾她 可秦朗妈妈拒绝了 她还是想到疗养院去 她说她年纪大了 喜欢热闹 在疗养院里头老人多 有人陪她打牌下棋的 日子也好过 若是秦朗跟同学想她了 逢年过节就把她接回来 停时有时间就去看看她 也是可以的 秦朗跟同学自然不同意 可傲不过秦朗妈 不过 他们给秦朗妈换了一家市区里的疗养院 方便他们去探望 他们也会在周末跟节假日 将秦朗妈给接回家 一起过节 几个月后 同学生了一个女儿 秦朗妈还特地要求回来 跟同学妈妈一起照顾她坐月子 不过随着孩子越来越可爱 秦朗妈妈还是被孩子勾得 不想再回疗养院 跟秦朗他们住到一起 一家人过得非常幸福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